當上萬名女子好像自言自語 接著就發現她朝地板潑灑液體 甚至還拿出疑似打火機的東西 嘗試點火 就是這行為被募集民眾覺得好危險 我是看到她拿打火機在那邊到處 這樣點一下點一下 然後那個我還帶著我的兒子 兩歲而已 就覺得很可怕 不知道會不會點到我們 擔心點火會發生火警 才會有熱心鄰居 將過程PO上網 要提醒大家千萬要小心 雖然有人覺得害怕 但是也有住戶認為 女子沒有攻擊傷人 因此沒報警 這裡就是這名女子 經常出現的超商 附近鄰居也都常常看到她的身影 可是大家都認為 她其實沒有攻擊性 所以大部分都不太會注意到她 她就是過馬路 然後我們每次看到 她都是對著柱子自言自語 目前身邊有攻擊性 也不會跟別人講話 就會自言自語 然後都會在全家買便當在這邊吃 可是她常滿固定的會在這邊吃飯 可是好像也沒有妨礙到別人 實際詢問店員 他們曾經也有看到 這名女子有點打火機的行為 但是經過制止 對方也停止動作 店員認為沒有危害 所以沒報警 只是看看現場就在棋樓 甚至一旁也有停放機車 部分住戶會擔心 也是難免的 放火燒毀別人 正在使用的房屋 就算只有預備行為 也同樣構成公共危險罪 而如果當事人有精神狀況 有自傷或傷人之餘 當地雷衛生所也可以會同醫師 將其依據精神衛生法強制送醫 只是這些前提是民眾得報警 才能讓警方到場協助處理 否則出了問題 沒人能擔保後續會發生什麼事 提別的新聞 我之前有新夜的新聞事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